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路主主 透透粉丝 大家午安 妙语直播第51间 小编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在龟人的 宝西戴天府 我相信大家对这间庙应该是很熟悉 因为他们才刚奏酒奏耍 历经18年丁有科武朝王教 刚奏酒奏耍 那之前小编很常来这边是为大家播放 直播就是尖叫活动 那今天来为大家补上妙语直播的介绍 第51间开始了 也就是下半场 从50到100下半场开跑了 那今天跟小编一起来直播的呢 就是我们的 宝西戴天府的郭主委 主委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你知道他们现在做久了 11月中嘛 农历的10月6号 然后11月25 对对对 已经过了大概有两个礼拜了 对对对 他们现在还在下雨 现在还在下雨 在下雨 对对 我们在庆祝我们 三老牙 来天有三老牙 上优科建制的成功王貌 所以继续做雨了 继续做雨 要做到常常 这个国立的12月31号 就是跨年的时候 对对对 哇 那个做久做了啊 这些心中 其实还是很热情 就是 持续的 呃 生日给三老爷 这样 对对对 呃 祝他 祝他 呃 这个 神威兴兴了 哈 啊 祝他完美成功 对 好 那我们带大家呢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那个 大人庙的 大人庙的妙庭 啊 大人庙的妙庭 那我们主委一边走 一边介绍一下 好 那个大人庙的历史 多久啊 历史大概 三百五十几年 三百五 应该是三百五十 呃 五十六吧 他从1662年开始 对 1662年 所以呢 大家可以计算一下 大概也是三百多年 没错 然后他这间 虽然说叫 佛塞台台副台 是他以前的名 我们都 家的人都叫他 大人庙 大人庙 对 最早的时候就是叫大人庙 对 大人庙 啊 我们的庭名 大人庙 里 以前就是 延用我们的庙名 来 来 合名 叫做大庙里 大人庙 然後 后来他在光复的时候 他在光复之后呢 就把它改成叫 戴天府 对 戴天府 那个时候是 日本时代嘛 日记时代的时候 啊 因为要登记那个 那个 寺庙登记 嗯 所以就改为戴天府 因为王爷庙 一般都是戴天府 对 所以我们就把它改 戴天府 然后民国就是他们 这边你其实也有整修过 重修 八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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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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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重建 重建就 顺便把它的名字 改为保西 戴天府 对 所以这样 其实有分 保塞到保冬 因为在清 清 清初 明末清初的时候 我们这边是有一个保大梨嘛 保大梨嘛 保大梨叫保 包括到 光庙的保冬 保冬 保冬 杯子头跟 夏虎 对啊 还有 新化的丁山坎 啊 帝仔坎 哦 啊 我们这保大梨到八角 大人没有这 都种事 啊 啊 所以我们那时候呢 因为 这个 保大梨啊 因为 范围很阔 啊所以呢 在那个 那时候呢 于许县西哈 口罐 啊 为妓妓 妓妓 分两边 叫保冬 一边 叫保塞 我们这叫保塞里 保塞里 所以就叫保西戴天府 这样大家 明白了吗 因为很多人都说 为什么叫大人廟 叫保塞戴天府 那我们现在进来呢 就是他的那个 大殿这里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您这因为这段在做酒 所以有一些 重新的翻修 对不对 对对对 整修 整修 就是用的 比较漂亮一点 对对对 那这次整修了哪些部分 所有这个 彩绘的地方 都是都整修了 哦 彩绘的部分 彩绘都整修 重新沾 重新洗过 重新洗过 对 洗过又噴金 又噴金 又噴金 所以看起来 又 新新啊 对 它看起来还蛮新的 因为 感觉得出来 它这边就是 呃 因为他们为了 这次的做酒 然后 重新的 就是 有把它整修过 然后 那时候原本就是 旁边的零食馆 对 旁边的零食馆 一般就像我们 家里要办喜事 都会把房子整修一下嘛 对 那我们要把老爷办 那时候也要把他的所在整修一下嘛 对 所以就是 就是 你进来呢 你就会有患男一新的感觉 然后这个是 这是什么老爷 这是什么老爷 这是我们这个 三老爷和 先锋爷的 中楼 中楼 三老爷和什么 先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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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家的租行 就是 三老爷 那三老爷是哪三尊呢 就是这个 租府 持府 跟礼府 对 可以啊 来我带大家进去逛一逛 我台语有进府了对不对 他没有开 没有开 没有开 他没有开 没关系 那我们站在这边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中间的那三尊呢 就是我们的三老爷 对 三老爷 其实三老爷 他是 算是 三老爷的 祖标 对对对 三老爷的祖标 开台祖标 从大陆过来的开台祖标 所以这三尊都是从大陆来的 对对对 大陆的那个 张州 张州 张府县吧 张府 对张州过来的 然后呢 呃 其实这边啊 台南他有所谓的 南营的三大带天府 哦 那个是他们称呼的啦 我 我没有了解他 那个 南营的三大带天府 金南营的三大带天府呢 就是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有那个 呃 保西戴天府 还有就是南昆森戴天府 跟那个 咖喱 您知道的 家里的金塘店 那是我们这边的分灵店 哦 分灵店 对 家里的金塘店也非常的有名 然后呢 呃 这三间其实 保西戴天府是算比较久的 比较久的 比较久的 对 因为它是最早的 最早的 对 最早的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 来 它的这个后面那三个就是三老爷 然后前面呢 前面就是三老爷 也是三老爷 也是 对对对 后面是正殿啊 那正殿的对 那是正殿的三老爷 那前面是有出巡的 对 出巡的 嗯 前面是有出巡的 你可以请出去 人家 如果有 有 遇到事情 要 没问死的 都可以抢去 对 包括前面 最前面那两尊都是吗 对 都是 对 然后呢 它的右边 右 右边 右边是 保生大帝啊 哦 陪寺的 陪寺的 陪寺的是保生大帝 对 对这边是保生大帝 陪寿神免 哦 其实这三老爷呢 他其实是 我们刚刚有介绍 他是从 他是从大陆 张中那边过来 是他一开始也是从那个民宅 一开始是在那个民宅里面 对给人公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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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都是这样嘛 对 一般都是从民宅公奉 慢慢的就 那边起来到 很多人去跟他那边去廟 也是因为他的神威显赫 然后后来就是 信徒们就决定说 要帮这个三老爷的 建一间廟这样 这边的话 这个是哪一尊 姚虎先锋 姚虎先锋 哦 姚虎先锋 我看看能不能放大 不行 好 姚虎先锋 对 他是 他是 可以介绍一下吗 姚虎先锋 他也是大陆过来的 在台湾 很少有 奉事这个姚虎先锋 的 很多人都熟悉姚虎先锋 的 刚刚我们这 还有 那个 这个 这个 山胸 山胸在我们这儿分明的 山胸南酒 他在我们这儿分明的 所以 有这个 姚虎先锋 那这个 这个姚虎先锋 你说他是从大陆过来的 大陆过来的 你是跟着山老爷过来的吗 从那个时期过来的 从那个时期 对 所以他是 全台湾就只有你们这边有 其他就从你们那边分出去 就对了 对 没有 没有 我 走这么久 我没有看到有 有些人 就跟我们这儿 对 所以他是算谁的部将 他应该 他应该 如果说起来他是 山老爷的部将 但是 他是 比较晚 他是宋朝的 应该是宋朝的 宋朝的 宋朝的 好 这个我也没看过 没有 对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没有 那我们现在呢 是在大殿 那他们还有后殿 对不对 然后带大家去后殿看一看 因为那时候啊 在庙的时候呢 我有来拍 然后八团的宋江镇呢 全部就是 也是全部 那个八团 全部来的那个 庙里面 整整的 对 来 北京是来的去廟 那时候是来的去廟 因为开廟房嘛 啊 来安座啊 对啊 来把 那个我们的廟 安座啊 把它开廟房了 对 开廟房那时候呢 然后 然后 后殿的部分 他就是主是那个 观音佛祖嘛 观音佛祖 啊 这个是 这是观音菩萨 对 他是 普陀岩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好 这边有文昌笔哦 哦 这个是 这一次建教的时候 就可以做一个 那些 信道 用我们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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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那些 那些木材 要去做这支 文昌笔 就是 王孙的那些 那些 然后 做的这个 做成这个 文昌笔 对 然后 右边这边呢 是 天上圣母 这也是天上圣母 天上圣母 然后他旁边还有这个 十八尊者 一边九个 十八尊者 十八罗汉 十八罗汉 对 十八罗汉 十八罗汉 对 然后包括后面这个彩绘 都是重新翻修的 对 全部都是 这一次 要建教的时候 全部翻修 整修了 不然这个 呃 这间庙 一直都在这间所在嘛 对 对 没有迁移 这样 对啦 啊 香火王 的生活 所以都混到 蛤蛤蛤蛤 好啊 香火王 代表三老爷 有灵神 大家 大家 其实呢 现在平日其實剛剛也蛮多人来拜拜的 然后这个是蛛神娘娘 蛛神娘娘 蛛神娘娘 尾头尊者一般都是在观世音菩萨的正对面 是他的左右护法吗 对 尾头是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护法 哦 哎 给大家看 所以他一样就是有正殿跟初询的是不是 对 正殿跟初询的 这个是委托尊哲 然后他的旁边 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就是偏殿 那个万里万年殿已经播过了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大概是庙宇直播大概第20集 我忘了 万里的万年殿已经播过了 然后这边 但是这个是 这个是土地公吗 土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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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土地公的帽子 好禁闭辉煌 禁闭辉煌 这个是这一次重新把它换上去的 对 刚换的 看得出来 因为这顶 这顶还蛮大一顶的 对 这顶的帽子 刚换的 刚换的 全部是新的 那个 衣服 和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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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新的 包括前面这个也都是新的 衣服 然后帽子 全部都是新的 他前面这个是开机的吗 这个是开机的 这个是开机的 对 他手上是拿圆宝 对 所以他的前面这边呢 有一颗 圆宝 这个要摸 对不对 摸 对 好冰喔 是因为天气冷吗 这个石头 这个是石头的关系 因为它好凉喔 大理石 大理石喔 对 招财劲 摸一摸要放进口袋 台刀酒 台刀酒 就是我们说的大理石 是不是 对 对对对 哦 原来是这样 摸一摸要放进口袋里 才会招财劲宝 所以他这边有在点这个 这个是什么灯啊 土地宫的这个 哦 这个是财富灯 哦 这个是财富灯 是不是 哦 他们这边有光明灯 然后土地宫这个呢 就是财富灯 让你财富灯 有没有 祈求财运 他这边有写 让你祈求财运 哦 这是潘月熊老师的作品喔 对 潘月熊老师呢 潘月熊老师呢 他们其实之前 就是 小编中房很多庙 都有看到他们 那个门神的作品 这个壁画也是潘月熊老师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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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吗 蛤 谁啊 你做的啊 原来我做的 主委的名字 你的名字 因为监作啊 监作啦 监作不是你做的 监督制作 监督制作 对了 对了 是哦 对了 哦他这里有土地公的盐格 哦 有啊 一般来讲都是庙的盐格 对 没有啊 这边是土地公店 所以 你看他有一个土地公 福德正神的盐格 看一下哦 福德正神也就是我们说的土地公 然后有些就是民俗风情的不同也有说也有称就是福德也被公大被牙就是很多的名字但是呢就是都在讲土地公就对了 对 对 然后其实土地公的传说有很多因为我们大部分都知道他就是姓张明福德所以就叫福德正神然后他也是由人然后转成神这样子 然后我看一下哦 然后我看一下哦 此时天啊 见庙哦 他有讲他的事迹啦 就是土地公呢 他就是一个呃 呃 周朝的一个大夫的家仆 然后他不想让他们那个家的小姐受冻 所以他就把衣服都就是脱给他的小姐穿然后自己却冻死了 所以那时候呢就是那个大夫就为了感谢这个福德就见庙去奉侍他这样 然后后来呢我们就是后世人就尊称他叫土地公 所以他就是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土地公其实我们大部分都知道就是他就是地方的守护神嘛 就有点像是我们的那种派出所这样 对啦 掌管 掌管那个 一个区域 掌管财富 掌管财富 掌管财富然后掌管一个区域这样子 你们这个是有挑高吗 这个 没有啦 这没有跳高 没有啦 本来监标就是这样子这两楼跳高 所以 所以以前就这样子喔 对啊 这个至少有二楼三楼 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二楼到三楼的这个程度 对啊 他的后殿有啦 你这个有跳高 跳高的看起来就比较没有压迫感 监标本来就应该这样跳高了 真的吗 所以他的这个 这个画它是有什么含义吗 画这个都是 这个没什么含义 有些都是历史故事嘛 历史故事 因为有一些庙呢 他会把他们的历史原格画在上面 或者是有些是画故事性的 每一间庙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来到的是圆城垫 圆城垫呢 圆城垫呢 就是我们的 每个人的圆 就是后面 圆神 圆神 对对对 夜晚行 所以这个是太岁灯 还是圆城垫 没有这个太岁灯 也是圆城垫啊 哦 太岁灯就是圆城垫 对对对 所以那 圆太岁的 是要点太岁灯 美尼 那个 因为明年是狗年嘛 所以就是属狗的人呢 就要犯太岁这样 属狗的 还有香葱的 狗 任葱跟偏葱都要点 对 狗是跟 什么 哦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Low Mini就知道 哈哈哈 诶你们的这个灯 里面这个是谁啊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那个 Double啊 哦Double啊 哦Double 是这样啊 对 Double 我也 乍看以为是那个 诶 就很像牵手 有牵手 可是又不太像 不是不是不是 哦原来这是Double Double 哦Double 就是你 那所谓的太岁灯 远程灯 对 哦 然后 刚刚的财富灯呢 就是 贝宫 就是土地宫的那个神像 对 然后光明灯耶 光明灯 三老爷 就是 啊三老爷有三尊耶 王爷 那 都只做一尊而已 不可能做 那以哪一尊为主 这样他们会打架 不会 他们一般都是以王爷 啊 都是用王爷在做 哦王爷啊 就是统一 就是用王爷的部分 对 因为 它 诸府 池府 离府 它有以哪一尊为主吗 就是哪一尊 中间的那一尊是 对中间的是 我们这边中间的是诸府 哦 诸府 中间的是诸府 中间的是诸府 所以就是诸府最大 然后再来右边 赤府吗 没有 右边是 离府吧 离府啦 右边 没有 右边是厨府 左边是离府 哦 诸府 赤府 离府 对啊 没有没有 这边是 右边是离府啊 这边是诸府啊 所以它第一大是诸府 第二大是诸府 因为诸府的脸很好 它黑黑的 黑黑的 对 然后第三 左边的是离府 对 离府 哦 而且它的 诸府的脸是有点側啊 你有没有发现 有 有点側 对啊 它是这样側的看着你耶 他们是比较 这个什么 在 在谈书心话啦 所以 有点側 哦 了解 他讲悄悄话的 对 对 因为我这样看 我突然觉得 诸府的脸不是正的耶 你算蛮厉害的 一看就看出来了 是真的是这样吗 还是我错觉 有很多人没有看出来 真的吗 我来给他 我觉得 因为你知道神尊看久 神尊看久呢 就是会 会觉得说 那种敏感度会比较高 他其实我就觉得 祝福的脸有点側 側一点 没有太正 讲悄悄话 所以也没有太正 讲悄悄话齁 对 而且我看到你们这个 网页上面 这五张椅子有在卖哦 卖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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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古董椅是不是 不是 这是 这是 王爷椅啦 王爷椅啊 建家的时候 王爷做的 建家的时候 就摆在这边 王爷在做的 所以卖出去了 所以卖出去了 是不是 喔 因为我们 无所在的人会放 所以我们每一次 每一次 这个 王爷椅啊 都 每次就不要出去 喔 要做一个 他又要新的 你十八张那一遍啦 对啦 我们十八张那一遍 十八张那一遍 很久的 可是他如果放18年 他应该会增值呢 当然啊 当然会啊 但是我们无所在的人会放啊 是啊 所以之后就 先把他买出去 我们要再做的时候再买啊 人家去收藏 他就有他的隔壁嘛 对对对 他给我们买去嘛 有他的 王爷椅啊 王爷椅啊 王爷做过的椅子 对对对 这么快 我那时候早上还看说 诶 那个 有po出来说要卖 对对 一次五张喔 你不能分开买一次 就是买五张 整组给他买回去 对对 喔 了解了解 好那今天呢 庙宇直播第五十一间 小编来到的就是我们龟人的大人廟 那他们呢就是刚做酒做耍 18年一次的做酒 就是丁有科的五朝王教呢 刚结束 那你轻松了啦 还好啦 但是过去就更轻松了 对 因为他们那时候真的很忙 然后小编那时候呢就是建教 那时候我也常跑就是大人庙 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大人庙 呃 因为太常跑了很多人都以为我已经播完这间 可是这间呢 庙宇直播还没有介绍 因为那时候就是呃 他们留了啊 就一直在忙建教的部分 所以那时候也有跟就是 呃 主委他们讨论说 那不然就是等建教结束 然后大家呢都比较 没有那么忙碌的时候呢 再来做妙宇直播 那很开心今天呢 能够来到这边呢 来为大家做介绍 那谢谢我们的主委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妙宇直播第五十一节 成功 那我们一起去跟网友拜拜 拜拜